歡迎各位收看西丑東拼 今次我想說在樂團有什麼壞習慣 如果你想入樂團 但又不想很快收到大順風 被人炒魷魚的話 起碼有五樣東西 你應該避免去做 哪五樣東西呢 由這個次序去數 第一樣我覺得 就是不要遲到 好像很基本的東西 但仍然會有人不當他是一回事 在樂團裡面是很講紀律 我不知道芭蕾舞團的團員 或者唱歌劇的人 會不會比較寬鬆 但在樂團裡面 如果說了是十點鐘開始 就真的十點鐘開始 就像教音 是一秒都沒得多 講到遲到 不要遲到 其實在樂團裡面 不單止不應該遲到 你還應該要早到 你要問應該要早到多少 我覺得到處地方 和他的工作文化都不同 在香港 我覺得 如果 你 開始之前 五分鐘 才 施施然 去到 排練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不對 不是說你沒有遲到 例如 如果早上十點鐘開始排練 你可能九點五十九分 四十八秒 你說 都沒開始 Obo都沒開始給A 或者手直都沒開始教音 那我不算遲到 那我沒有錯 不可以說 其實這個是關乎態度問題 因為你沒有可能一開始 坐下 然後你就 跟你正常 一樣 拉得這麼好 你總要給時間 手指 和你的人 去適應環境 或者是 Warm up 手指不是機器 不是說你要 一開始叫他拉很快 或者做某一種技巧 他就做到 當你是打算在樂團 即是拉樂團 不論你是小學的樂團 中學樂團 甚至你是職業的樂團 業餘的樂團 好 你都應該提早 是最少 十五分鐘 是到場 事實上 有些地方 譬如日本這樣 如果你不是 早一個小時 早一個小時 已經坐在排練的地方 去練習 的話 對不起 這個project 完了之後 你不用再來了 他們對 突藥的樂手 要求 是 很高的 但是 這個在日本 是很獨特 我在 香港 我在韓國 拉過 蘇格蘭 蘇格蘭 拉過 蘇格蘭 他們的文化 都不是這樣的 通常都是三四個字 還有澳洲 拉過 都是三四個字 這是可接受的範圍 不是特別 所以 某些樂器 譬如 brass 或者 woodwind 的人 需要更加長時間 去 warm up 這就 視乎 你玩的是什麼樂器 而 以小提琴來說 我覺得 早三個字 並不是一個 很不合理的要求 第二件事 就是 你 如果做錯了一件事 你是要 有一個 協救的心 不論你做錯的事 可能是遲到 或者是可能 你準備不足 而拉錯了某些音 某些節奏 你應該勇於去承認 第一 舉手 是我錯 有一次應該是 在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排練 我就去不了 還是我遲到 還是怎樣 我是 走去跟指揮說 對不起 我覺得對不起 不論你在樂團 還是哪個組織 你做錯了 你真的要說 還有你真是 發自內心 你不是 對不起 你真是 要為這件事 覺得很不好意思 如果不是 其實這件事 是別人 感覺到的 你有沒有誠意 如果你是 坐前面的 普台 可能是首席 或者是 第二的首席 或者怎樣 總之坐第一排 如果你做錯的話 你更加要 和你 坐在你後面的同事 去道歉 和指揮道歉 就是 因為這個要求 對坐前面的人 是更加之嫌 如果你想 你的同事 或者你的師弟 跟你一樣 那個標準是這麼高的話 你自己 首先給自己的標準 要起碼高一半 你不可以 當別人看不到 如果不是 那你憑什麼 去 令到別人心腹呢 所以 當你做錯的時候 不論你是遲到 拉錯了音 或者是 給錯一個準備的動作 時候 應該要和 你的 聲部 的人 說一聲 做錯了 第三 就是 不要不戴圓筆拆膠 例如你去先生那裡上課 未必先生的抱架 會有圓筆拆膠 你如果長期 在琴盒裡 放松香 或者放抱的 琴套那裡 長期有一枝 起碼的圓筆 我不是圓心筆 圓筆 和一塊拆膠 有什麼不好呢 你遇到 上面有什麼東西 你立刻可以 寫下 在那裡提自己 譬如指法 功法 articulation 不要指望 你隔壁那個 或者你的樂團的librarian 去幫你 我覺得戴圓筆拆膠 是 應該要做的事 從小養成這個習慣 如果你在小學 不要覺得 小學不用那麼認真 有時戴 有時不戴 總之 圓筆拆膠 跟琴 如果你用圓筆 還要 用圓筆不好 用HB 起碼都2B 起碼都2B 不用太尖的圓筆 你寫 不用很大力 已經很清楚 一目了然 這件事 如果你沒有做 不會被人 炒魷魚 但是 如果你有的時候 有時 其實就是 別人怎樣看 你跟 你隔壁那個 或者你的同學 的分別 其實就是看這些細微的 你有多重視 在樂團 這件事 你有多喜歡 去拉樂團 其實就是看這些細微的 事情 如果你完全都不重視 這些工具 全部都沒有 或者別人借的 或者斷的 爛的 那 人家怎麼知道 你有多喜歡 拉樂團 我知道是很少的 但是 你喜歡的時候 你就覺得 我一定要有這些 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跟那個 琴和那支工 差不多是 一樣 那麼重要 如果 你在譜上 寫記號 不論是 下班 上班 大小聲 或者一些提醒自己的 一些 指令 譬如 我自己 就是這樣的 如果某些地方 我經常錯 或者是 嗯 你知 我不知道 你知不知 但是有時候 一錯開第一次 很容易錯第三次 我就不給自己 那我怎麼辦 我便會在錯的地方 畫一個骷髏頭 我一見到那個骷髏頭 我就知道 或者在那個 自己會經常犯錯的地方 的前一個小節 我便在寫 一個骷髏頭 或者在前面寫 前面有陷阱 我真的這樣寫 我前面有陷阱 當然 我的desk partner 未必很喜歡 如果他不喜歡 他拆決才算 如果不是 他通常都會很體諒 如果他見到你 錯的話 寫個骷髏頭 提自己 那裡 望指揮 或者聽哪一個聲部 利用這些方法 去讓自己留意一下 有時候 在噴譜上 會見到一些 不是英文 可能是日文 日本人 可能去某一個地方 突然之間要停 然後他就會 用騙假名 提自己 那裡要停 我覺得 如果你寫這些記號 落宮上宮 寫清楚一點 盡量不要只有你才看到 或者你自己也看不到 好像鬼畫符一樣 隨便 其實我現在有支筆在這裡 剛才排練完了 那我支筆就隨手 就放入褲袋 你不要寫 隨便 拿著筆的尾 尿兩尿 前面都看不到是什麼 寫清楚一點 一落宮 上宮 或者漸大 forte 清楚一點 寫正 比如如果是 bar number 或者是 letter 那些排練的記號 糞婆是沒有的話 寫清楚它 寫起那個 bar line上面 或者是某些 accidental 臨時的記號 你經常都不記得 做sharp 或flat 或是natural 的時候 在音的上面寫清楚它 清清楚楚 sharp 或者flat 在音的上面 其實這些東西 如果你寫清楚它 不是為了哪一個 其實是為你自己 是方便自己 讓自己不用看得那麼辛苦 很多時候 在排練的時候 我們容許自己犯錯 但是一去到演出的時候 我們那些感覺 就比平時 敏銳 十倍都不止 你如果去到演出的 那一刻 你才發覺死了 這個是什麼 上面的指示是什麼 來的呢 本來你應該把注意力 擠在指揮 擠在首席 擠在其他聲部 你應該聽那些東西 但是你因為給這一下 譜上面一個不清楚的記號 就是那百分之一秒 然後就馬上錯了 所以如果你自己練的時候 不如一開始就寫清楚些 那你就不用演出的時候 才說 那一下 平時都沒有留意 其實這一下是等於 這一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好像落宮 但又不是很清楚 第四樣就是 尊重樂譜 如果你不尊重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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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 如果 你排練的時候 你是很趕的 車遲到 你遲了上車 所以你去到 就只剩下很少時間 然後你就跑跑跑 跑去排練的地方 你跑到上去 那你自不言 伸水伸汗 那這個時候你怎樣 你會去廁所洗一下臉 你會找毛巾抹一下 還是怎麼辦 又沒有帶電風扇 又沒有帶芭蕉 那怎麼辦呢 啊 好了 前面的抱架上面 啊 有份抱喔 好 讓我拿一份抱出來 去潑一下 這個就是為止不尊重那份抱 那份抱要來看的嘛 要來給你潑糧的嗎 就是 我覺得 這一點是 沒有人教我的 但是 我猜 日本人 是不會 不尊重自己的 我覺得我可能 多多少少在日本人那裡學回來 他們是很重視自己的工具 很重視自己的工具 不論他們是 拍照的 還是做眼鏡 都好 工具是他們生命的一部分 那我覺得 就是 身為一個音樂師 那份抱 也是 你的一部分 無論你多熱都好 你不可能去找一份抱 你這樣是 很 不尊重那份抱 亦都是不尊重自己的 你找一份抱是潑糧的 但是很可惜 這件事情 是 平時你上課的時候 先生未必會說的 而去到排練的時候 如果那個 首席 或者是那個指揮 他不是很 當這是一回事的話 他不會說你的 那 你試想 如果 你大學畢業 你有這個壞習慣 去大學畢業 然後 你考了入樂團 然後 這些壞習慣 一路跟著你 去到樂團 就是 你被你的同事見到 多難看 如果你隔離的同事 周圍的同事 是日本人 他更加會鄙視你 有沒有搞錯 我竟然找一份抱 去潑糧 我就算流到滿頭大汗 熱到四五十度 我都不會去找一份抱 去潑糧 我最多熱死 但我不會找一份抱 去潑糧 那份抱不是可以讓你這樣用的 我見過 我見過有人是這樣潑的 我很想說他 但是 我覺得 真是 這麼大個人 就是 是 這些事情 很 一說出來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 我都替他難為情 但是 你稍為去想一想 你就不會這樣做 第五樣 就是 不要在爬練的時候 看雜誌 看書 玩電話 很好笑 是不是 我真的有見過 也不是 而做這些事情的 也不是學生 但是 我真的見過 但我可以怎樣做呢 我知道 這件事 在小提琴 拉小提琴的人來說 比較少見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 寫給樂團的作品 小提琴是被抓到死的 最多音 整首曲裡面 最多音的 需要抓最多音的聲部 就是 延樂 而延樂裡面 又以小提琴 是最忙碌的 根本想看電話 都沒有這樣的時間 但是 木管樂的人 木管樂的樂手 blass的樂手 percussion 他們可能 一個movement 一個樂章裡面 先彈過十幾個小節 然後又是等 等十幾個 等不知幾百個小節 然後打幾下 然後又是等 是 我知道是很悶 但你不要忘記 有很多同事 還在音樂裡面 當你在這裡 玩手機 看雜誌 看故事書 看Harry Potter 的時候 你是釋放了一些 很難散的 氣氛 在那個排練那裡 這些東西是看不到的 但是是感覺到的 你不要告訴我 不會 我親身的經歷 我在這裡拉很多音 但是我知道 坐在我後面 有人在這裡 在種田 我從來沒有玩過幾個遊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在種田 我也是不太明白的 但是 如果 你在一個樂團裡面 如果你是在小學 或者中學裡面 你看到你的師弟 師妹 或者你的同班同學 在這種時候 請你告訴他 就算他生氣你 也好 告訴他 告訴他 不要這樣做 很噁心 如果你不告訴他 到他去大學 或者出來工作的時候 是說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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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大家翻臉的 但是 在中學的時候 你都還可以這樣做 所以不要 等閒事之 這一點 不應該只限於 在小學 中學 大學 學校樂團 記住這個 紀律 和自己的 這個態度 不應該是因為 在你求學的時候 才有 你覺得 我畢業了 我出來 樂團做事的時候 就隨便 你不會這樣教你學生 請你也不要這樣做 你也應該要想起 當初 你在小學的時候 你在中學的時候 你的指揮 你的師兄 怎樣跟你說 如果你知道 身邊很多人 是很專注 很努力的時候 而只有你一個 幾個 在這裡 因為怕悶 就在這裡 看電話 讀書 如果是這麼悶的時候 請你 不要出現在這個樂團 去做一些 你喜歡做的事情 也有些人 覺得這個 都不是什麼 又不是Berlingfield 不用這麼認真 你未必可以 你未必可以 拉到 好像Berlingfield 的人 一樣那麼好 但是你的態度 可以跟他一樣的 你的態度可以 跟德國 頂尖 世界頂尖樂團一樣 是視乎 你有沒有 你的要求 是不是這樣對自己 不要因為 你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就 隨便 去某一個地方 然後你就好些 這個是 不是法治真心 你是覺得 某個地方 的樂團 重要些 我就表現好些 這個地方是 業餘的樂團 我就隨便 如果你是這樣 你不會贏到 你不會得到 別人的尊重 我想到的就是 這五樣東西 我都不記得 第一 二三樣是什麼 就是 不斷說 但是 我想起 如果你想很快 收到大信封 被人炒魷魚 那你就做完 這五樣東西 否則的話 你想做一個 如果你想被人看到 你是很喜歡 在樂團的話 那你可以 不妨 參考一下 剛才我說的 這五樣東西 如果大家想到 有另外一些 不好做的事情 那可以在留言 那裡 在留言那裡 告訴我 還有 訂閱這個頻道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只顧著看 都不按個按鈕 按讚又不按讚 又不訂閱 訂閱 訂閱 謝謝 謝謝